當代的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 就應該很少見了 在電視劇裡頭我們做得這麼精緻 確實是蠻困難 裡面的愛情 激然的動作成分 身份的懸疑 80我連自己做過什麼我都不知道 公安 涉案 從情感上來說它是非常複雜的 從人物身份的找尋上來說 又是一個龐雜的一個過程 劇中設定了很多非常規電視劇的場景 接地器 重細節 有力量 そして重量的空氣 空間を作ることを目指しました それを狙いにして設計しました 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接地器了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覺得很舒服 セットというのは交線に左右されます あるいは交線をうまく使うということです 進展 我們設計的每一招都不花 就直接 啪 啪 很真實 它不是為了動作而動作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招數 裡面都帶著人物 我覺得這個角色是非常接地器 他的性格跟力量是什麼呢 就是愛 他在來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 我覺得讓我相信了 有劉子光這樣 有血有肉的人的存在 正義凛然的形象 多多少少會給人這種很酷的感覺 有點近而遠之 但是虎容不會給人這種感覺 他是一個正義的人 但是這個人是親近的 我的人物呢 就是定位的 比較接地器的 這麼一個樸實的 修自行車的 這麼一個郭大海 在接地器的情況下 我們增加了很多時代感 也是我們所有觀眾對於 公安這個形象的一種 新的認知 他不僅是警察 還是我愛的人 保護他有錯嗎 他作為一個貧民老闆姓來 這種情感在這一刻 是頂到極致的 從一開始的反對 你為什麼從來都看不見 我努力和付出呢 你就掙承各種理由 不讓我當警察 到後面女兒說 我就是要當警察 但是父親就變成了支持 這個是父親跟你母兒的信任 在這戲裡面充滿了情感 使觀眾能夠理解和看得懂的 一定會動人的 對 不肯定會回來 回來給你養老手 每一個戲都要有引領 所有劇中的人物和所有情節 都是具有很強的觀賞性 每一個戲都要有引領 這部戲是熱血的 也是浪漫的 也是虐心的 也是殘酷的 會發現人性很多面的 只要你心中有愛 你有這能量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 本來壞的一面 改回來 作為一個公民 我們需要有責任心 需要去幫助別人 劉子光 就是能夠去 把所有人叫醒的那個人